日本是一个海产品很丰富的国家 所以日本人对海鲜的处理 也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就好比接下来的这个五爪背 这个五爪背真的很巨大 感觉有一个人的头颅那么大 大厨将五爪背放在案板上面 准备开始处理 五爪背处理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不能直接用力地掰开 只能沿着边缘一点点地将肉合和分开 好在五爪背的底部有个小洞 大厨用小刀往里面来回地切割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五爪背的壳 开始慢慢地变大 此时已经可以看到完整的五爪背肉了 大厨还是很细心地将粘在壳上的肉慢慢割开 直到他觉得肉合壳已经完全分离了 再用手把里面的五爪背肉挖出来 这么大只的五爪背挖出来的肉也是很大个的 接下来大厨要把内脏给他清理干净 可以看得出五爪背的内脏应该有100克作用 丢完内脏之后的五爪背肉感觉就没剩多少了 其中最精华的莫过于这两扇大肥肉了 这也是五爪背刺身的主要成分 大厨用小刀将它们切成薄片 看着五爪背的肉感觉就非常有嚼劲 吃起来应该会很爽口 我们来看看最后处理完的成体 头颅大的五爪背最终感觉只切出了半斤肉 这样的一份刺身可以卖800块 你们觉得值不值呢